2021年6月20日 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 以联合国亲善大使的身份 去非洲一个难民营去访问 安吉丽娜朱莉面对着难民和记者发表讲话 她说 二十年来我从未像今天一样 为全球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命运而感到担忧 并且说 我钦佩难民 我今天宁愿和你们一起待在这里 安吉丽娜的演讲获得了记者和难民的掌声 并获得了大量报道 场面一度十分感人 但是第二天 安吉丽娜就带着两个孩子 住审在了洛杉矶的一家高级餐厅 对此 网友夫妇表示 她前一天在西非和难民们待了一整天 后一天就出现在了一万多公里外的洛杉矶 空间折月的技术令人暖心 但是 无论是夸朱莉的还是骂朱莉的 几乎都无人关心她所造访的难民营 安吉丽娜朱莉所造访的难民营位于西非 她属于一个在世界上毫无存在感的国家 不及纳法索 在我们之前讲过的国家里 虽然国家有大小穷富之分 但这些国家大多都以各种方式 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要说小 梵蒂冈虽然小 但是人家是临近听国 要说穷 阿发他那么穷 但人家干垮三个超级大国 哪怕最边边一二一的国家 有偶尔会出个马歇埃波卡萨这样的人均典范 给世界贡献一个特殊人类观察样本 哪怕烂得像海地一样 人家还偶尔死个总统上把热搜不是 但布吉纳法索 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名字时 都不太知道这是个国家 布吉纳法索位于非洲西部 布尔特河上游 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40万桶梁 人口有2000万 比内蒙古小一些 从体量上讲 布吉纳法索其实不算小 但就这个国家 在世界上的存在感 跟乐视手片里的空气差不多 1919年 法国殖民者征服了瓦家度骨 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殖民地起义 法国人把整个沃尔特河上游 划成了一块区域 建立了一块独立的殖民地 称为上沃尔特 但是在建立殖民地以后 法国人就后悔了 TMD来错地方了 在殖民世界的过程中 法国跟英国采取的政策 是迥然不同的 戴英采取的措施 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机密制度 保留当地的土司酋长 并且给这些地头蛇 一定的财税自主权 所谓交购戴英的 留祖总督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戴英靠着这一招 征服了印度和非洲 保持了可持续性的节省而鱼 但法国则是另一个路子 法国执行的是改土归流政策 消灭殖民地原有的一切地头蛇 重新建立一套统治班子 进行全面同化 这种殖民方法 投资大收益慢 但是保证了法国 对殖民地的深度影响力 所以英法殖民地国崩溃后 法国对原殖民地的影响力 也明显强于英国 但是尚沃尔特 结结实实地给法国上了最后一课 法国人来了以后发现 我这是屎伯郎碰成拉西的 白来一趟啊 尚沃尔特位于非洲内陆 这个国家巧妙地 避开了所有值钱的资源 北部紧邻撒拉 国土面积三分之二是沙漠 剩下的三分之一 土质虽然不错 但气候却异常改人 基本是HandHands Road Rose 就这么个自然条件 农业上基本气疗都属于是 偏巧的是 本地墨西人有着独特的生育观念 酷爱生孩子 所以家家人丁兴旺 按说农业条件如此之差的地方 玩命生孩子 这不是坐等马尔萨斯显灵吗 还真不是 人家有非洲大区独特的平衡机制 尚沃尔特人口虽然多 但是这个地方南边挨着达河美 我们贝宁那集里面讲过 达河美人的主要创出方式 就是抓黑奴卖给欧洲人 所以尚沃尔特的历史 就是墨西人忙着生 然后美人忙着抓 必还了家人们 但法国人来的时候 欧洲人已经不卖黑奴了 尚沃尔特穷得荡气回肠 没法给法国贡献任何剩余价值 法国派来的第一任总督 是花钱买官来的 为了在当地修路 几年时间陪了个倾家当产 好不容易听说当地有金矿 尝试着挖了一下 结果一吨矿石里 足足提炼出了1.2克黄金 把总督大人活活气死了 第二任总统来这干了5个月以后 连个报告都不打 直接丢官跑路了 打死都不再回这个鬼地方 作为一个殖民地 尚沃尔特把法国耗得丰盛追击 在来到尚沃尔特以前 法国万万没想到 搞殖民居然能搞成赔钱买 1958年 尚沃尔特实现自治 1960年随着贝宁 尼日尔等邻国一起独立 终于派来尚沃尔特独立的法国人 挑出了一个合适的继承者 来当尚沃尔特的开国总统 莫里斯·亚明奥国 在非洲 给殖民者接盘当总统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伯哈萨的总统位置 是笑出来的 马歇埃的总统位置 是蠢出来的 但这些手段都没有亚明奥国离谱 他的总统位置 是雷劈出来的 前世不休生在非洲 1921年 亚明奥国出生于尚沃尔特 一个普村的农村 全家都是本地的穷苦农民 有的人天生就在罗马 有的人天生就是牛马 亚明奥国属于后裕种 本来按照他这个家庭 他这个国籍 他这辈子应该跟人类文明的成果绝缘了 可是亚明奥国 确实是个天选之子 在他八岁那年 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咔嚣把他给劈了 在中国 说人遭雷劈是咒人的话 但是亚明奥国的这次遭雷劈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被雷劈了以后 小亚明奥国奄奄一息 这种地方也没什么医疗可言 一般面对这种情况 当地人就是群一响 不一概 群腿老少等上菜了 但是亚明奥国很幸运的是 当地一个天主教神父跑了过来 给他来了一次紧急施洗 所谓紧急施洗 指的是 在某人奄奄一息的时候 给他来一次洗礼 表达一种从此跟上帝混的态度 如果洗礼以后死了 那么责任全在你 说明你态度不虔诚 如果你活过来了 那么功劳都在上帝 说明你以后有人照着了 跟着上帝好好混吧 本来亚明奥国全家 都是信本地徒而原始宗教的 但是如此情况下 也不讲究什么宗教不宗教了 应收尽收吧 所以父母同意了神父的建议 几天以后 小亚明奥国运气非常好 活了过来 从此跟着神父 皈依了天主教 皈依天主教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 亚明奥国可以顺利的 进入尚沃尔特的最高学府 帕特雷神学院 虽然神学院不算是高等教育 但比人均开教的老百姓 还是要强不少 更重要的是 法国人在挑选本地代理人时 基本都从神学院里挑 前面说了 法国人在殖民地里搞童话 培养忠诚与法国的同志班子 法国挑一些黑人 教他们法语 让他们学法国文化 努力地培养一群 黑皮白心的山竹人 这些人不说跟老爸 一种白棋一样吧 至少也得是个香白棋 而亚明奥国 在闪电加成之下 成功进入了山竹人预备队 但是在学校里 亚明奥国对学习没有兴趣 反而执着于另一件事业 追女孩 他在学校里的很多女孩 都展开了公式 背景越深地越喜欢 虽然自己家穷人丑 一米四九 小学文平 非洲护后 但他依然非常自信 勇敢地对学校里的 黑人女工学们 叫萨格雷的姑娘 这个女孩生活方式极度西化 成功地带着亚明奥国 进入了法国人的圈子 跟法国人搭上线以后 一切都顺体成章了 亚明奥国在殖民地 政府中节节攀升 1958年 当成了上沃尔特的内政部长 1960年上沃尔特独立时 法国人告诉他 巴黎已经决定了 你来当总统 就这样 因为八岁时的一个雷 亚明奥国成为了 上沃尔特的开国总统 刚一上任的亚明奥国 迅速学习刚高组 贾瓦拉 一个人身兼总统 总理 国防部长 司法部长 退役军人部长 等多个要职 基本做到了一人那个 而且解散所有反对党 摆平了不服的地方酋长 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 他极其频繁地更换官员 任免官员 连个正式公文都没有 广播里吼一句就算 在他的统治下 上沃尔特换官员的频率 比我的签名中心 频率还高 一般来说 巩固权力的原因 自然是为了行使权力 亚明奥国把权力 集中到这个程度 按照正常的逻辑 接下来就该是 政绩国家了 但令上沃尔特的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亚明奥国把反对派 一通收拾 大权独揽以后说的确实 那我走 亚明奥国说的走 不是政治上的退位 而是物理上的走 是像安吉利娜朱莉 一样的空间折月 巩固权力以后的他 几乎没有什么犹豫 一转身就坐着专机去了巴黎 每天香车美女的 隔空处立 此间乐不似非 亚明奥国的这一番操作 手势给大伙整不会了 按说都在非洲混 各种各样的混军 大家也是见得多了 但是像这种 只把欧洲做非洲的总统 大家还是投资见 别人是无为而知 他是无人而知 大家想把格局打到公平上 亚明奥国早就看透了 就尚沃尔特这个地方 法国人以上百年的殖民经验 玩了命的悄不细遂 都没能榨出一点利润来 自己接着在石头上挂油 能有啥意思 独立后的尚沃尔特 穷得简直惊天动力 人均收入高达68美元 说家族四壁 那都是形容有钱人的 普通百姓就住个草棚土窑 天花麻疹 瘧疾等传染病 在此养骨 因而腰折力五分之一 人均寿命不到40岁 亚明奥国认为 这种遍地是穷鬼的国家 没油水可炸了 挣不了钱 我治理他干啥 不挣穷鬼的钱 他想挣谁的钱呢 谁有钱你挣谁的 亚明奥国赶上了好时候 英法殖民帝国崩溃之后 两大宗主国为了保证影响力 开始给前殖民帝国家放贷款 亚明奥国盯上的就是这些贷款 法国人给他贷款种棉花 他用来买别墅 法国人给他贷款修水电厂 他用来在老家修工店 法国人给他钱让他修学校 他用来换成老婆的皮草和儿子的跑车 有朋友可能问了 他如此使用法国的贷款 法国人不管吗 这就是亚明奥国的厉害之处了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居然成功地让法国人 在上沃尔特赚到钱了 法国人之所以在上沃尔特赔钱 根本原因是 维持统治机器的成本 大于组织生产的收益 而亚明奥国选择完全其了 上沃尔特常年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 向法国销售棉花和控产 再高价购买法国商品 每年为法国贡献 50多亿非洲法郎的贸易一刹 法国人敢弄哭了 来了这么多年 爷终于看见回头钱了 亚明奥国的这种做法 政府破产是必然的 百姓民不聊生自然也是必然的 但是亚明奥国不在乎 因为你不能以常理来揣测非洲 亚明奥国认为 这种破产算啥 他这个政府本来也没啥信用可言 民不聊生算啥 上沃尔特早就是 可持续性的民不聊生了 还在乎更穷一点吗 所谓只要我没有底线 就没有人能有底线的威胁到我 在上沃尔特百姓 可持续性的民不聊生中 1965年 亚明奥国又娶了个新老婆 他把自己的前妻抓了起来 给自己赢取了科特迪瓦的选美小姐 花费20万美元 给自己办了婚礼 虽然这笔钱 跟保卡塔的加冕仪式比起来 寒酸了点 但是亚明奥国表示 为了体察民情 前途一点也可以认受 在总统的这种敲骨细髓下 上沃尔特的社会崩溃是全方位的 教师工资没有了 学校津贴没有了 入学率跌到了8% 公务员公司集体减少20% 退休军人工资减少16% 但这样依然无法挽救财政的崩溃 1965年下半年 政府宣布对所有公民 统一征收10%的收入税 连神父都无能例外 10%的加税 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杠零 1965年9月 上沃尔特开始全国大罢工 由于全方位的欠账 包括军人、警察、公务员等 都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1966年元旦 眼看着大罢工愈演愈烈 亚明奥国不得不从欧洲回国 他命令时任总参谋长桑古尔 向游行人群开枪 桑古尔说 开枪可以 但必须给我正式的总统守令 别失后让我背锅 但亚明奥国在这个时候 偏偏要激荡又利 一个地儿口头催促军队开枪 就是没有正式命令 经过几轮拉锯后 桑古尔觉得 我镇压不了百姓 我还镇压不了你吗 直接带兵进入总统府 出宫设日 逼亚明奥国辞职了 这是上沃尔特历史上 第一场军政变 在让亚明奥国 足足当了五年多总统后 百姓们总算迎来了军政府 在非洲 军军政变这件事 比乐视薯片里的空气还多 上台的也大多数 是伯塔萨阿明这种千古一地 那么桑古尔这个军政府 是什么样的呢 桑古尔上台后 先宣布废除宪法 解散议会 由军队继续执政四年 然后是给自己加官进决 一路升官到了少将 然后自己在担任总统的同时 又兼任了四五个部长 相信这些操作 大家也都很熟悉 然后呢 然后1967年 桑古尔制定一个四年发展规划 1969年 桑古尔恢复了政党活动 并在接下来的大选中 成功当选了总统 将自己的政府 变成了民选的军政府 桑古尔努力地想要恢复经济 但奈何他的运气是真的不好 经过五年丧心病狂的盘剥 桑古尔特的国库 已经穷到耗资进去都自杀了 每年的财政收入 连付贷款的利息都够 对于一个存农业国而言 桑古尔最要紧的是恢复生产 可是他的运气堪称非洲猪油剑 一上台就赶上了连年大汗 进入70年代后 两波高温直接把大量土地 塞成荒漠 庄介绝授 棉货绝授 啥啥都绝授 1973年 石油危机来了 民园和消费品价格猛涨 面对着让人绝望的形势 桑古尔一筹莫展 为了拯救国家 他只能进行国际乞讨 在整个70年代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桑古尔在外交场合中 三句话不离国内灾情 而贝多金的非洲大力士 可怜的到处球员 但是 在所有的球员对象里 随手给点零钱的勇 真心想帮沙沃尔托 渡过难关的 一个都没 1973年10月15日 桑古尔来到了 白宫罗盟办公室 认认真真地给美廷宗 介绍了旱灾造成的惨状 并在会议上 继续强调了自己 一贯以来的亲美反共的立场 请求美廷宗拉胸你一把 美廷宗听完十分感动 表示你放心 阿美利卡不放弃任何一个朋友 但桑古尔满怀期待的走了 美廷宗立刻指示手下人 只能给予上沃尔托 除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 美廷宗心里都觉得着笑 亲美反共你也配 每年来我这读着 发誓反共的国家多了去的 你以为你是谁 要我说 桑古尔这是典型的 把路走窄 像上沃尔托这种情况 找美国根本没用 而且当时水门事件 早已经爆发 美廷宗撑不了多久 就下台了 像上沃尔托这种穷国 想真正获得帮助 只有一条道路 苏联援助了64个国家 其中大部分是 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 当时的人 没人知道苏联 究竟对外援助了多少钱 1989年 苏联政府终于全面 公布了对外援助情况 截止到当年 苏联总共向61个国家 提供了约合1490亿美元的贷款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 同时期的所有国家 而且这还只是贷款 还不包括海量的 无偿援助和物质援助 尤其在熏东 跌引上头的年代 苏联的对外援助 更是达到了 令人叹为观止的规模 1979年到1980年 苏联对外签署的 25项援助协议里 有17项是百分之百赠予 完全免费 截止1982年 苏联对外援助项目 4512个 交付使用2707个 这些项目每年能够 发电4750万千瓦 链钢7720万吨 开采石油4930万吨 煤炭2780万吨 基本对外输出了 一个工业强国 在熏东年代 苏联援助的项目 占印度工业的17% 叙利亚经济总投资的15% 阿富汗工业的30% 阿尔吉利亚 埃及和伊拉克60%的工程 由苏联远建 更不用说 苏联基本包养了 古巴朝鲜和越南 而这些投资 基本没有任何回报 熏东搞对外援助 从来不算经济长 只有政治上的考量 苏联领导人 有相当一段时间都认为 越穷的盟友越坚定 越缓不起越要给 而且无论什么难度的项目都赶上 无论是阿斯旺水坝 还是喀布尔公路 都是投资大 难度大 见效难的国本工程 苏联来得有不去 一句话 老大哥就没拿你当过外人 从国家的角度讲 苏联对外援助史是极其失败 巨额的贷款款款率不足5% 援助基本都打了水平 1989年 苏联政府公布了对外援助情况后 苏联国内一片哗然 老百姓根本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大肿脸充胖子 苏联疯狂的对外援助 不仅没有收获多少利益 反而让很多国家 单纯为了援助来耗太羊毛 实际上恶化了苏联的外交环境 相比之下 美国的援助是经过 美国国务院的精确计算的 像尚沃尔特这种既无资源 又无偿债能力 也无战略地位的国家 是不可能获得美国什么援助的 尚沃尔特想要把日子过下去的 唯一办法 就是去教育生迅踪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在一片糜烂的局势下 尚沃尔特挣扎了十几年 但经济每况愈下 发工接连不休 到1979年 桑贵尔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 政府预算的70%需要外国援助 连贷款都不敢 因为尚沃尔特政府 已经没有任何偿债能力 1979年年末 尚沃尔特国内又开始闹起来 因为公务员公司的停发 他们怀疑桑贵尔 把四亿非洲法郎的资金贪污了 所以大批公务员 又开始组织起来罢工 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和动乱 面对所有人的不满 桑贵尔在1979年12月 发表了一次讲话 他承认 政府已经完全在靠西方那一点 援助来维持 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很多主权 他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总统 至于那四亿非洲法郎 他确实挪用了 只不过不是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而是用来买成了粮食 政绩的灾民 不过这种行为 桑贵尔属于有苦说不出 好在他也不用说了 1980年 他的学生 国家情报局长泽博发动政变 桑贵尔没有任何抵抗 平静地交出了自己的权利 他太累了 在桑贵尔被推翻时 他心里甚至有一些窃喜 因为政权更迭了 桑贵尔特政府可以以此为名 赖掉一些外债 如此下去 国家还能继续维持 可是 新的统治者德伯让他失望了 他不仅没有赖掉外债 反而狂借了一笔贷款 买了10万吨粮食 然后高价卖给了灾居百姓 非洲大群优秀的匹配机制回来了 独裁者常有 而桑贵尔不常有 看起来 桑贵尔特的未来 要继续在可持续性的 民不聊声中度过了 但是 我们讲到这里 这个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作为独裁者 桑贵尔特没有出现 像伯卡萨一样 名追行使的人均典犯 作为救世主 桑贵尔也不算是什么天降猛男 这个国家是如此的贫穷 统治者也这样平平无奇 就用什么可讲的呢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们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迷书 桑贵尔特共和国 是怎么变成布吉纳法索的 布吉纳法索 在本地语言里的意思是 正人君子之物 而给他改成这个名字的人 才是真正给这个国家灵魂的人 他的名字叫 托马斯·桑卡拉